因為每次問說爸爸下班會要去拿 或者是爸爸今天要幹嘛 可能通常得到答案都是開會 問說晚餐是什麼大概都是便當 所以那時候有一度很認真的覺得說 那應該是他最喜歡吃的東西 跟他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還應該算蠻幸運的 就是從小到大幾乎沒有被打過 然後也沒有真的被罵過 因為我們家就是用溝通的嘛 如果我真的犯了什麼錯的話 應該就是被叫到沙發坐著 但坐著這段時間就是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大家聽到阿忠這樣講話講了三年 我其實就是小時候一直都聽他在幫我講道 他是鹽巴 他是任養來的米克斯的柴犬 快要三歲了吧 我們兩年多前任養的 有空也都會帶回家去跟家人玩啦 但是他也比較少在家裡看到阿忠 彥安從小大概我們都一直有養草若 最早是養一隻兔子 是彥安送給媽媽的生日禮物 就要變成媽媽要養兔子 因為那時候想養 但是家裡說不能養 爸爸初中的時候就要坐臨男到大同去嘛 那很遠 從那再坐回來 都很容易打瞌睡 所以每一次到這站他們就叫我下來 那時候公車還有車長 司機啊 車長就說 啊 這個小孩子很累 都讓他睡到那個總站裡面 才叫他起來 哈哈哈哈 這邊算是你出生的地方嗎 有時候還是在大道城那時候阿公他們在台北出房子的時候 嗯 阿公他最早的時候 他們單身出生還在四大路那裡啊 真的喔 這個幾個塔塔米大 嗯 平常的時候他們吃完飯就要把桌子收到桌子裡面 我平常是一個比較嚴格的學者啦 所以大概我的印象裡面 他大概就很規律的 那每天就一定要寫一些相關的文章 天天都要爬格子 那有時候晚上功課 或下午在寫功課的時候就跟他比賽嘛 以前小學我們寫一頁 他也寫一頁那種六百次那種大稿子這樣子 印象中就是天天寫 然後規律生活定時準時上班準時下班 我也有經理黨 因為阿公就是做起超級標準 到後來阿公過世之後 我們再整理他的日記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每一天都是什麼 四五點起床以後 做了什麼事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念一下說孫子很批 呵呵呵 他們這家有一台電視 在客廳中有這麼低 那時候很稀奇啊 那你就卡通線 然後就禮拜六 那桌幕了 叭叭叭叭 聲音出來 大家小孩就跑到這邊了 然後大家都很高興 想起來以前是這種 四色的生活 所以大家很多都互相分享 我沒有想到沒有帶他來過 我一直有帶他來過 其實小時候就知道大概在這一區 其實從來沒有進來過 之前應該是比較小的時候 因為每次問說 爸爸就是下班會要去拿 或者是爸爸今天要幹嘛 可能通常得到答案都是開會 然後問說晚餐是什麼 大概都是便當 所以那時候有一度很認真地覺得說 那應該是他最喜歡吃的東西 跟他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還應該算蠻幸運的 就是從小到大幾乎沒有被打過 然後也沒有真的被罵過 因為我們家就是用溝通了嘛 如果我真的犯了什麼錯的話 應該就是被叫到沙發坐著 但坐著這段時間 就是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大家聽到阿忠這樣講話 講了三年 我其實就是小時候 一直都聽他在幫我講道 以前會覺得他只是在講道 但後來真的在看他做事的時候 才會知道說現在比較算是一個生教 就是如果沒有真的看他做過 都會覺得那只是道理而已 但是有些時候 這些道理是會被apply在生活中的 爸爸父親節快樂 這段時間辛苦了 好 大家可以肯為你加油 謝謝 聽到兒子的加油也蠻受用的 好像電視廣告說你辛苦了自己講 好 那在我覺得兒子講 更受用 那也祝大家全天下的父親 大家父親節快樂 最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